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浩伟 马上带您关心 今天6月10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浩伟 因为子云在这礼拜跟我换班 所以今天会由我来负责 礼拜五晚上的国际新闻 今天的五则国际新闻 将会带您了解 斯里兰卡面临70年来最大经济危机 以及欧洲决定静脉强迫劳工制品 还有南韩也发出自动驾驶机程车 最后只是猴斗疫情的最新消息 和美国军机的坠毁意外 更多精彩内容就在今晚的台湾国际报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 位于南亚的国家斯里兰卡 目前正在经历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当中政府也因为无法妥善解决问题 所以造成该国民众非常不满 后来甚至因此引发了一场暴力示威 而国会议员拉贾帕克萨也提出辞呈 要为这次的经济危机下台负责 斯里兰卡的经济问题可以总结为 外汇储备面临枯竭 该国非常依赖进口 但现在却已经到了无法支付主食和燃料的地步 而政府表示 疫情正是主因 因为新冠病毒重重打击了旅游业 所以让外汇收入变少 不过同时也有许多专家保持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 是来自于政府的不当管理 像是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时 政府选择放眼国内市场 而不是向外出口 所以造成出口收入仍然很低 但进口支出却持续增长 到现在的斯里兰卡 每年进口比出口多出31美元 此外斯里兰卡还有燃料短缺 停电及医疗系统面临崩溃等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 从今年4月初开始 斯里兰卡民众决定走向首都科伦波士威 因为大家再也受不了生活成本飙升 光是在食品价格方面 现在人们就要花掉 比去年更高出30%的费用 实在是有点离谱 而新总理克瑞米辛赫则表示 正在计划与国币货币基金讨论贷款计划 同时也向印度和中国这些有国争取支援 接下来要关注新疆人权消息 欧洲议会在昨天举行两项 关于新疆维吾尔人权的投票 而在早上先以503票赞成 6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成功禁止贩卖强迫劳动所制的产品 然后在下午也通过另一项决议 强力谴责中国的不忍道行为 从今以后 欧洲单一市场将全面禁止 所有强迫劳动所制产品 并且让海关有权力扣押 此类产品禁止入口 所以这也代表 以后进口者必须提出相关证明 自己的产品没有涉及强迫劳动 而比利时级欧洲议员 布利克蒙则对此表示 根据估计 强迫劳动关乎全球2500万人口 而当中有近1000万名受害者 都还未成年 我们真的该制止这种行为 此外 欧洲议会副议长 既国际贸易与人权委员会成员赫泰拉表示 欧洲人要求贸易政策符合欧盟价值 人性尊严与社会权益 除了做出进口禁止的决议以外 理事会与职委会也已经撤回 他们对中国投资的协议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 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其实在去年9月就提出过 应当禁止强迫劳动所制的产品进入欧洲 但当时遭到拒绝 如今欧洲终于跟上美国和加拿大的脚步 以行动抵制强迫劳动 第三则新闻带您了解南韩消息 我相信大家对于自动驾驶应该都不陌生 但您有听过什么叫做自动计程车吗 就在昨天 首尔市政府与韩国国土交通部 共同宣布将启动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 RoboRide 将由现代汽车所开发的四辆自驾车 先试营运两个月 接着从8月正式开始载客服务 其实首尔市政府自从去年底 就已经有在人车较少的地区 试办自动驾驶汽车服务 而现在决定要在首尔市中心江南区发展 明显是要把难度大幅提升 首尔市长吴世勋 与国土交通部长袁喜龙 在昨天也率先体验了RoboRide的服务 在闹区搭乘自动驾驶计程车 下车后吴世勋开心地表示 在车水马龙的区域行驶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实验的价值 自动驾驶机程车做起来的感觉跟真人驾驶几乎一样 效果远远超乎预期 目前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而未来在做好更多准备后 年底还会启动通往青瓦台的自动驾驶公车服务 此外虽然RoboRide只是采取自动驾驶系统 但为了安全席舰 车上仍然会配有一名紧急驾驶员以防疫外发生 让所有首尔市民可以享受安全又便利的交通服务 第四的新闻要继续关注猴豆疫情 继上周的英国猴豆爆发后 现在连南美洲的国家巴西也都出现猴豆案例 巴西的首位患者已经在本月6号住进圣保罗感染管制医院 而他在上个月曾经去过欧洲地区 所以也不免让大家欢迎他是因此把病毒带了回来 圣保罗卫生厅表示 在经过检查后 我们确定巴西出现了首位猴豆个案 所有曾与他接触的人都已经受到监视 而除了这个案例外 巴西全境至少还有八起案例也都疑似是猴豆病例 其中包含五男三女分别分在六个地区 而巴西卫生部监督署代表萨拉斯表示 猴豆在非流行地区出现是不寻常的意外事件 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别人护出的大液滴 接触受感染的皮肤病变 以及受污染的物质传播 所以需要严格监测 此外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统计 截至昨天已经有31个国家出现猴豆疫情 总共累计1356个个案 其中以北美洲和欧洲居多 看得出来这个病毒正在全球慢慢扩散 但多数专家则认为猴豆疫情还在控制范围内 而且目前也没有出现经由空气传播的案例 最后一则新闻令人悲痛 因为美国连续两天传出有军机坠毁 而且事发地点都在加州 其中昨天的意外造成四人死亡 一人失踪 而今天的意外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虽然军机已经坠毁 但机上四人全数生还都没有生命危险 综合外媒报导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航空的一架V22渔鹰式勤转悬翼机 昨天在加州格拉米斯不幸坠毁 其上五位机组员已经有四人死亡 另外还有一人下落不明 而官员表示 这第五位机组员基本上也是凶多吉少 毕竟当时的撞击力道真的太过强大 目前除了要赶快找到他以外 也要尽快调查出事故发生的主因 此外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坎帕对此表示 军方和民间的救难队在事故发生后 就已经马上抵达现场 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进展都会对外公布 还有军机上并没有载荷原料 请大家不要随意相信网络上的谣言 以上就是今晚的国际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听 节目内容借由了台湾Times制作播出 我是浩伟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